大家好 我是杨子 来优酷国际版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寂至追剧吧 你的用物 我绝不会送给别人 你这是干嘛 并没有与萧气伤口形状一致的梅花簪 咱们去下一家吧 呃 也 也呢 干嘛 呃 那个 我有话想跟你说 什么话 我与那个扶双毫无关系的 昨日房内 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 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 你不要误会 你的用物 我绝不会送给别人 你这是干嘛 干嘛跟我解释这些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 那个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像 你解释来着 但要害怕自己不够诚恨 我就去看了那些画本 那个戏里边就说 那个戏里边就说有误会要及时解释的 你懂的对吧 唐天师一向古板嘴硬 没想到为了道歉还去看画本了 行啦 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 便原谅你了 至于这花束 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戏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许刺花丛揽回顾 这是何意啊 意思就是 旁的我都不喜欢 我只喜欢这个陈华簪 没想到唐舟 对她居然如此用情 陈佳店我也都对比过了 没有发现 好吧 姑娘这根簪子花样很是别致 只是这材质普通了些 要不要在本店定做个金玉的 更加华美 你们店还能定制簪子啊 只要付好银子提供图案 本店就没有做不出来的 这材质的款式 掌柜说 这是扶双之前定制过的 发簪图案 苏子看来 这簪杆 与萧綦的伤口形状是一致的 这么看 这扶双很有可能 就是杀害萧綦的老太 神香坤的人这么厉害吗 都会变脸之术 若只是图纸所征的话 他恐怕不会轻易承认 消息曾说过 神香坤的人 身上都有三瓣梅花刺青 如果此事能够证实的话 那这事一定是他们做的 若是有刺青 肯定是在隐秘之处 你们两个不好去查 交给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